故宫最近真的是不平靜 才被爆料说有将近10万件的 国宝高阶数位土挡外流 放上网路平台贱卖 而最近消息是 士林地检署已经分他字案展开侦办 不料现在又传出了 一名29年工作资历的同性驻卫警 在去年竟然被抓到 执勤时间善离职守 而且还被警方拦检发现 车上有毒品安非他米 帮我吹一口气去好 你有喷酒精吗 领检盘查男子车上搜出毒品 来 这上 你来 真的不行 持有安非他米被带 同性男子不止被移送法办 还引起争议 因为他是故宫的驻卫警 却在执勤时间善离职守 从故宫士林院区跑到大同区 还被保警拦查搜出毒品 他自自无 他的事由就是发生车祸 同性男子上大夜班 人突然离开 跟故宫管理人员回报 说出车祸 起人疑斗 但三月的事儿 故宫查到同年十二月 才确认他是持毒被抓 亡羊补牢 既大过 烤鸡饼等 隔年予以滋浅 曾经在故宫工作的其他驻卫警 还加码爆料 说驻卫警常常在执勤时间睡觉 甚至迁到也乱来 明明正确时间是凌晨四点二十一分 但迁到单上 已经从四点五十 迁到六点五十 根本就是未来迁到单 就整个就是故宫管理很松散 然后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 那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但是碰到问题 我们就要积极改善 在刚传出近十万件 国宝高阶数位土挡外流 又有驻卫警持毒被滋浅 负面讯息连环报 管理重要文物的国家门面 松掉的螺丝 显然不止一颗 记者刘史中东林台北报道 花莲火车站金船火警 就在下午一点多 花莲火车站有一间店家仓库 突然起火燃烧 由于仓库的下方 刚好就停了一列普悠马号的备用车 车顶被掉落的燃烧物波及 烧到整个交黑 花莲火车站一间店家的仓库 突然起火燃烧 伴随阵阵浓烟 甚至直接把窗户烧破 燃烧物掉落 正好击中下方火车 这一幕全被民众给拍了下来 仓库瞬间浓烟弥漫 一名海巡队员刚好在场 第一时间赶紧拿灭火器 扑灭火势 突如其来的火警 也吓坏不少民众 就突然听到爆炸 突然到吗 那时候马上就起来了 事发在15号下午一点多 花莲火车站三楼商店街 一间店家仓库的排烟机 窜出火车 由于仓库下方刚好是铁柜 铝窗被大火烧毁 然生物掉落 波及到一辆普悠马备用车 车顶被烧得一片焦黑 海铁人员初步检查 车厢内外没有受损 由于这辆普悠马是备用车 因此没影响其他班次 也没造成人员伤亡 结束这场火车站惊魂季 记得陈津叶 欢联报道 高雄小港区发生了惊险的追撞事故 原谅轿车疑似闯红灯 撞上了左转的两辆机车 较民骑士被撞飞了好几公尺远 重摔落地 而在山明路 则是有骑士过弯的时候 疑似是速度过快 不小心自撞 十字路口左转灯亮起 骑士开始左转才跨进对象车道 一部黑轿车高速直冲过来 黑衣女骑士首当骑冲 直接被撞上 整个人被撞 腾空摔飞又重摔落地 骑得机车瞬间解体 零件四散 波及跟在后头的72岁富人 被扫过来的机车撞倒在地 这部车抵达首要任务 先将伤者送医 事发在高雄小港区 14号早上64岁中心驾驶 开车来到沿海一路口 疑似闯红灯又没减速 与左转的两辆机车发生碰撞 好在治疗后 两名骑士没有大碍 经检测三方均无酒驾 详细造势原因带您轻松 而在山明路也同样发生交通事故 机车过弯疑似速度过快 不慎撞上前方花盆 骑士自撞后还能自己爬起来 但当地住户不堪其扰 这处路口今年已经发生三次车祸 一众再一众住户惊魂不断 更担心民众撞出意外 盼大家骑车行惊 务必减速慢行 新竹警方大扫黑抓到了 由假面慈善家称号的 在逃通气犯陈在斌 他多次利用弱势家庭向民众募款 在2019年替关西镇一名少年募款的时候 引发了侵吞争议 这回他在一家汽车旅馆内开毒趴 当场遭到了警方逮捕 嫌犯试图逃跑人被警方压制 在地只能乖乖就范 但面对警方问话 嫌犯还敢顶嘴 夸张的还有 嫌犯即便被压制在地 还不忘向工作人员索讨游戏奖金 这名嚣张嫌犯 就是有假面慈善家称号的陈在斌 背负三条通气罪 先前多次利用弱势家庭向民众募款 却被踢报侵占捐款 其中就包含2019年替张姓少年募集 付清丧葬费 两天就募集到619万 却被家属质疑侵吞307万元 现在还在打官司 11号新竹警方扫黑行动 意外在汽车旅馆 带到他在开毒趴 查扣11包毒品咖啡包 查获遭桃源新竹及高雄 三个地检署发布通气的诚信通气办 见警方理解企图反抗 这回警方扫黑行动 意外让这位专挑弱势家庭下手的 假面慈善家陆网送办 记者徐志迁新竹报导